迷路测试85公里的雪铁龙究竟是真是假 国外媒体重新测试迷路测试第一名的雪铁龙Zantia Active 没想到差距居然如此之大 难道法系车的底盘大师这个称号要被推翻了 要知道这辆车在1999年的时候 迷路测试以85公里的时速排在所有车型第一位 到目前也是第一 先不说某某车速度达到了95公里 麻烦说这话的人可以先去看看 趴在地上的跑车通过速度才多少 首先KM77测试机构找来了两台雪铁龙Zantia Active进行测试 为了还原当时的情况 分别给轮胎换上了当时一样的轮胎跟更好的米其林轮胎 首先在测试相同轮胎的情况下 以63公里的速度进行通过 雪铁龙Zantia还是可以轻松通过的 由于是一辆老车 我们不敢一次性将车速开得太快 当我们将时速提高到72公里的时候 雪铁龙后轮失去了抓地力 将速度降低至70公里 雪铁龙Zantia在B区时的打滑要好很多 但是在C区时出现了明显的甩尾 尝试了一个上午 KM77都无法还原85公里的时速通过 下面我们用另一台 轮胎更好的雪铁龙Zantia试试看 在70公里的速度下 换了轮胎的雪铁龙表现要好很多 表现得非常从容 将时速提升至73公里后 雪铁龙出现了转向不足 最后不管是专业的司机 还是一直开这辆车的主人 都无法开出85公里的成绩 最后的成绩在KM77这里只有73公里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年的测试标准 要比KM77增询的标准简单一些 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上面的难度是视频中所测试的标准 很明显车道长度跟车道宽度 有很大区别 99年的测试不仅车道更宽 并且变道的距离变得更长 所以按照国际标准 3888-2来说 雪铁龙桑迪亚是远远达不到 这个成绩的